西羅菲哈之女求產業 文秀記二十七章一至五節 屬約室的兒子瑪拿西的國族 有瑪拿西的元孫 瑪吉的曾孫 激烈的孫子 希佛的兒子西羅菲哈的女兒 名叫瑪拉 羅奧 瑪拉密加德薩 他們前來站在會幕門口 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亞實 並眾首領與傳會中面前說 俄門的父親死在曠野 他不與可拉同黨聚集攻擊 又或是在自己最終死的 他也沒有兒子 為什麽因我們的父親沒有兒子 就把他的命從他族中除掉呢 求你們在我們父親的弟兄中 分給我們產業 於是 莫世將特民的案件 呈到耶和華面前 喜歡是 去嘗試 resonates 賞 我們出門的 我們今天 我們是 見 看 走 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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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